今天呢有幫大家準備一個這個即時的互動白板 平常我相信如果你有問題 舉手是最標準的方法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好意思 對不對 這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進到這個 點進來之後是剛剛在白板這裡 現在其實也有好多同學有進到這裡面 有沒有 總共十位同學有進來 那您不用擔心 每個人都是立民 有海象 有歡 有羊羹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怎麼知道誰在哪裡呢 你看 有人點過來 喔 原來這是誰 這個是那個 海豚 游標放在這裡 因為這是互動即時的 然後呢 你有問題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 大家最會的就是文字區域 不是方塊有沒有 好 你就可以在這邊答 我有問題 我等一下會回來看 好 所以你有問題的可以 第一種最簡單的就是這樣 第二種呢 欸 有的人覺得我畫畫比較厲害 有沒有 上面有這些圖 這裡面 有沒有看到 三角很像那個會塗鴉 有的人比較會畫的你就在這邊這樣 這樣子我也會知道你有問題 好嗎 你畫的可以 我就OK啦 那另外如果可能是軟體的畫面 沒有關係 你有問題 回到這邊來對不對 像這個我就要蹲逼一點 哈哈 好 那我就把這畫面抓下來 或者是你網路上找的圖片也可以 不錯喔 我們就來這邊 把它Ctrl加V貼上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畫面就進來了 對不對齁 那我就縮小一點 這樣可以嗎 那麼如果你已經失去先機 因為有人已經提出先有問題 你也有跟他一樣的問題怎麼辦 不用再貼一次 請來這裡 新增註解有沒有 欸 各位現在都用過糾團嘛齁 你就點到你的文字或圖片都可以 有沒有 右手邊就會跑這個 你們沒有糾團嗎 加一 呵呵呵 這樣我就知道 喔 這個有加一的 那當然你要回覆啦 或者是我已經解決了 這樣就收起來 這樣了解 好 當然這個都是即時互動的齁 所以你等一下不用看我 你就看那個上面 大家都在動來動去 你就會看到齁 方便 哈哈 好 這樣呢 我想我們的這個 車程上 大家的互動性就比較高 不會只有說 在那邊聽我講而已 萬一你有問題的 你就直接在上面齁